这个鸡窝里竟然会有小奶猫的叫声 为了一探究竟 大叔也是立马跑到鸡舍旁边仔细观察 眼前的一幕让大叔彻底懵了 只见几只小奶猫依偎在一只母鸡的身下 看它们的亲密程度 甚至都怀疑它们是母子关系了 根据主人的描述 这只名为大福的母鸡 自从开始孵化小奶猫后 就再也没有下过蛋了 每天除了吃饭 就是和这几个小家伙待在一起 细心的照顾着它们的一切 完全就是一个合格的宝妈 而这几只小奶猫在大福的溺爱下 变得越来越淘气 经常在大福的身上嬉笑打闹 可尽管如此 大福也从来没有生气过 对这几个小家伙总是一脸慈祥的看着 面对这样的情况主人很是头疼 因为大福不下蛋的缘故 让其他几只鸡也一起罢了功 原因很简单 对于鸡舍的所有母鸡来说 这几只小奶猫完全就是外来物种 谁都会想来一探究竟 可是因为大福过度的关爱和无微不至的照顾 每当有其他母鸡靠近 大福都会对其拳打脚踢 就比如有一次大福在外面吃饭 突然有只母鸡闯进了鸡舍 准备在里面下蛋 当他看到里面有几只小猫咪后 果断选择将其赶出去 因为自己要下蛋 他们在这里肯定会影响自己发挥 于是就用鸡爪踢了一下小猫咪 要知道小家伙在大福的照顾下 哪里受过这样的委屈 他们慌忙的朝外面跑去 一边跑还一边发出奶奶的叫声 仿佛是在呼唤大福 反观大福这边本来安心的吃着饭 突然听到小奶猫的叫声后 赶紧抬头去看 瞬间就明白自己的掌上明珠受到了欺负 二话不说闯进鸡舍 对正在下蛋的母鸡全打脚踢 狠狠的给这几个小家伙出了气 就这样 这种情况也是时有发生 慢慢的所有母鸡都开始罢工了 就连公鸡想要进入鸡舍都要考虑再三 爪子在门口反复试探 最终也不敢迈出那一步 这样的情况引来了村里无数人的围观 大家都对这样的事感到震惊 一群人也在指责大福 说他没有一只鸡该有的样子 就连主人也时刻告诉大福 不能忘记自己是一只鸡 否则谁来给他下蛋啊 就在这个时候鸡舍的房顶上 出现了一双猫爪子 随后一只猫咪鬼鬼祟祟的走了出来 他小心翼翼的走进鸡窝 然后转身靠在了大福身上 原来这才是小奶猫真正的妈妈 就在大家都开始不明所以的时候 主人开始介绍着说 这只猫咪名叫团团 之前也是只流浪猫 一年前来到鸡舍偷吃鸡饲料 结果被大福当场抓住 看到团团可怜的模样 大福便收养了他 然后在几周前 团团在鸡舍产下了几枚幼崽 从那个时候开始 大福就变成了外婆 全职担负起了带娃的重担 每天团团会回来喂几次奶 趁着这会儿时间 外婆才有机会赶紧去吃个饭 否则又会被这几个小家伙缠住了 说到这里 众人也都明白了状况 纷纷表示原来母爱是不分物种的 在大家都觉得治愈和感动的时候 主人却头疼的说 大福不下蛋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于是热心的村民就帮忙找来了专家 专家看到这一幕也表示震撼 随后就说 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让他们尽早分开就好 于是主人连夜给团团一家做了新的屋子 并把它安置在了鸡舍旁边的位置 这样当大福思念小猫咪时 也能立马见到 住进新家的小猫咪还没有适应 不断喵喵的呼唤着外婆 此时团团爬了进去准备给猫咪喂奶 可外婆一瞧这新家自己进不去 只能在外面保护孩子了 不过大福很高兴 毕竟孩子们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几天后主人兴奋的告诉专家 大福不下蛋的问题也终于解决了 而且其他的母鸡也都开始正常下蛋了 鸡舍里恢复了往日的秩序 团团一家也和大福成了邻居 只要有这份感情在 相信他们永远都会照顾彼此 不让对方受到伤害 而大福也真的是一位伟大的好外婆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